繼續關注這兩起都是火警意外 上午澎湖馬公市一處名賊 誤為車輛起火 不小心引發大火 由於澎湖這裡 是刮起了八級陣風 住長火市一路延燒 起火點旁邊的八戶連動住宅 差一點複之一聚 而另外在新北市三峽這裡 也是有一間小吃店起火燃燒 附近都是學生出租套房 一度非常緊張 還好最後火市都有獲得控制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就連小吃店鎮店之寶 一隻鷹虎 也很幸運被救出來 開車在馬公市區 遠遠就可以看見 農煙直竄天際 消防車 救護車 貨保 也立刻趕往現場 附近居民一個個拿著毛巾 捂住口鼻 有隔壁 隔壁 上午馬公市一處名宅 屋外車輛起火 不慎引發大火 由於澎湖刮起了八級風 住長火市 結果起火點旁邊的八戶連動住宅 都差點複之一聚 消防人員冒著危險拉水線灌救 好不容易終局將火勢給撲滅 還好最後火勢獲得控制 但這一起火警也燒毀了兩輛車 和三輛機車 同樣恐怖的火警也發生在新北市 現場警爆聲大眾 還伴隨著爆炸聲響 消防人員進入火場 將舉火撲滅 這起火警發生在三峽區國學街一間小吃店 由於小吃店附近都是學生出租套房 現場一度緊張 還好最後火勢被迅速撲滅 特別提醒秋冬時節使用電器 貨爐要特別當心 避免釀成大火 二日新聞陳南鄭 張高元莊 以及龐虎星 美食狀況報導 全然不想參加 精神 的確火火 超魚 我們早上 ним 老衆